这个因人而异 像失眠的人 他想睡也睡不着 就是白天他有时间睡 他躺下想睡个午觉 根本就睡不着 可痛苦了 但是呢 有的人如果能睡着的话 完全可以 我也是 我和欧院特别像 我小时候在国内也是 被爸妈带着睡午觉 到了美国之后 中午总是有课程嘛 就以前上学的时候 就后来现在就没有睡午觉 这个习惯了 其实我觉得 它不是一个必须的东西 有的时候 在我们睡觉不好的时候 你白天睡太多午觉 它会影响你当天晚上的入睡 就你白天睡饱了 你晚上就不困了 确实这是会有的 影响我们叫sleep dry 影响我们晚上的睡眠自动力 就不那么困了 但是呢 有一些人 没有太多睡眠问题的话 你白天打个盹 其实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 恢复一下精力 或者放松一下 都很好 但是睡午觉 我只想提醒大家 尽量不要超过 30到40分钟 要不然你就容易 进入深度睡眠 你在睡午觉的时候 进入深度睡眠 等你醒的时候 你会非常难受 从深度睡眠醒过来 整个人是非常的昏沉 你会觉得你都没有睡够 你以为你是没睡够 其实是你是进入了深度睡眠 尽量午觉不要睡太多